OK 在这里我们看的最后一台车就是这个 Toyota 的 RAV4 RAV4 是我个人觉得应该很快就会在我们市场看到的车型 这个是大开款的车型 采用了这个 DT NGA GAK 的平台打造 首先 不例外的 又是 LED 头灯珠 只是它的方向灯还是这个传统的灯泡 然后至于在这个雾灯方面 雾灯这个也是传统的灯泡 然后这个是 Hybrid 的车型 你可以看到中网其实非常的硬朗 虽然我个人比较喜欢上一代的 RAV4 但是我是觉得这一代的 RAV4 是 真的这个越野的风格强了很多 而且因为它基于 TNGA 平台的打造 你可以看它的车侧线条 它其实它的重心降低了蛮多 它降低了很多 所以你看起来会觉得 这台车好像有一种真的很运动化的感觉 然后呢 它的尾灯设计很锐利 就是 LED 的灯条 非常锐利 然后我们打开一下 哦 还有 AutoBoot 哦 哇 这个 哇 这个尾箱空间很大 这个尾箱空间很大 其实我觉得它可以设置多一排注意应该都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它这个是它有 Hybrid 电视的关系 所以它的 可能是没有备胎的 嗯 果然没有备胎 它要放 Hybrid 电视的关系 但是这个尾箱有大哦 这个有点让我惊喜 OK 然后呢 Hybrid 车型 我们看一下它的内装表现 哦哦 我好像看着像是东西 这个排挡杆的质感很棒 但是我刚才在那一台 Sentry 上面 我有看到的这个一样的排挡杆 还有这个 ShareCost 有点 无法接受啦 但是 你想象一下 RAV4 上面用着的这个 Sentry 的 部件哦 是不是 高大上不少 然后还有这一个 这个驾驶模式 切换 Eco Sport 然后还有这个纯电动模式 电子手刹车在这边 质感方面的表现很棒 然后它是没有唱机 因为 这个日本市场是有点特别啦 这个唱机你需要另外选购的 然后 这个阻尼很棒 然后这个方向盘其实就是这个 Corolla Altis 上面的方向盘 同样的真皮包袱 然后握感很棒 然后也是一样 7 寸的这一个 7 寸的这一个液晶荧幕 然后就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还有个置物空间 这边有个置物空间 OK 我们看一下后座的空间表现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也是很棒 还有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然后还有两个 2.1 的 USB 这个它的后座空间 你看 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头部空间 头部空间我个人觉得也是可以接受 很不错 而且它的头枕还可以自己调整的 我相信如果这台车来到马来西亚 配搭一个还不错的售价 而 CR-V 还有这个 CS5 应该会受到影响 只是几时会来呢 我们会跟原厂 我们会去摆一下原厂 然后让它透露点消息啦 OK 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个视频 喜欢记得按赞哦 OK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